上一集的节目里呢,师父开始我们说 世间的智慧呢,不会妨碍我们修习初世间的智慧 那么世间的智慧,对我们修习初世间的智慧,有没有帮助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师父 师父您好 大家好,大家好 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您谈到就说 就是世间的智慧,不会成为我们修习初世间智慧的障碍 但是它会不会有帮助呢? 看人的啊 因为在上一集,您也问起到 这个,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 他不愿意,而且凡人还没学习佛法 对,就是有所谓的知见仗 知见仗啊 这个呢,这书文史的人比较多 书文史的人是思想啊 就是先入为主的思想 这是在说最说的人,也就是说历史的人 可能就有这种,就是先入为主,认为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 而认为佛教呢,好是好啦,但是他们觉得并不是更好,而最好的 而他们自己信的是最好的,这也是正常的 所以这的话他们自己没有立场了 他们是不是认为就是说,他们那种才是比较理性的思维,认为佛教不够理性 他们从以心的观点来讲,如果他们愿意记错佛教 深入为佛教,了解佛教的话,他们也会记错的 但是他们已经是这个门了 对,就是已经有一个知见仗 是一个仗在那里 他们也可以看 他们也可以看 看了之后啊,关于附近里的肉感部分,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大概不愿意接受了 大概就放到旁边去 那他们自己觉得,就他们差不多的能够接受的,他们接受 这样子,有种选择性 因为他自己有立场嘛 这也是正常啊 一个人你自己有主观的立场 那一定会有取舍 既然有了取舍,他就不是百分之百的全部接受 那不像是我,我也有立场啊 站在我的立场,我已经讲是佛教最好的 佛教最好的,那儒家好不好,我说也好 基督教好不好,也好 那为什么不去学儒家,不去学基督教呢 我说我是佛教徒啊 但是我站在我的立场是这样子啊 我的立场,一定说我的是最好的 那么他们的立场也应该这样子 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他们有这种基础的立场 有根本的立场的,你要叫他们改变他们的立场 这个,好像也不对啊 也比较困难 也比较困难,那他们也很好 这个,比如说道家里 道家也需要人家的弘扬啊 也需要人家传播啊 也需要人家传播啊 这个任何一个宗教,伟大的宗教 这个,伟大的这个文化 也需要人家传播啊 不能够全部变成佛教徒啊 每一个领域里面的人 这个,他们都能够从他们自己的领域里 得到成就 也得到安心、安生、灵命的一种啊 方向、活啊 这个方法 这是不是很好啊 嗯 那还有 所以师父的想法非常的宽 宽大 宽大 应该是这样 佛教,这是佛教 佛教是认为 比如说我们在爬楼梯一样的 在地下打滚总是不好的啦 弄得脏脏的 站起来好了啊 好啊 站起来往上爬一爬 爬一距 这个更高一点 离地面更高一点 那站的高一点看的远一点 站的更高一点看的更远一点 那又爬又高又爬又高 那看的又看又远 那不是更好吧 但是有的人 只能够爬到某一个程度 他只要看那个东西 他就在那个景色已经够他 够好了 够好了 他不需要再爬了 因此呢 佛教的再爬好像是也不需要吧 如果他愿意爬上来 很好啊 因此呢 我就不能 只要不要老是在地下打滚 滚在身上都是米巴 这个 那能够站起来就很好了 是 那是因为我们回到的主题 就是说那 这个事件会 能不能帮助我们修出事件会 能 其实呢 凡是用语言文字思考的任何观念和方法 全部都是事件会 嗯 甚至于念佛经 看佛经 讲佛经 他的道理 全部是讲的佛经 讲的佛法 可是呢 他是用语言思考的 他用自我的立场啊 去来 去观察 去分析 去理解 他这个 他这个这个 这个奖经的人 看经的人 他自己已经是 是在事件 从世间的角度来看 出世间的复法 就是世间法 所以我们大法国节目 其实也是世间 从世间法里头告诉人家 出世间 有一次出世间法 有一次出世间法 就叫你摆下这一些 用这些东西 你不要被这些东西 所复复 所拘束 出方案 那你就是出世间了 所以出世间的意思 并不是知识 并不是学问 出世间的智慧 就是说能够放得下 你把自我中心放下 自我的立场放下 那你就是出世间智慧出现了 所以是 修出世间法的人 必须要从世间智慧 着力的 没有世间智 你无从着力起 这个由世间智 然后渐渐的进入出世间智 我举一个例子 中国的禅宗 是将不理文字 是将这个 教外必传 也就不用语言 不用思考 那 那什么东西 那就是禅 那叫做什么 叫做复兴 那这段星期 又不能讲 又不能思考 那就没有人传播了 人家也听不懂 人家也无从着力点 对 因此 中国的禅宗 虽然老是讲 不理文字啊 它的文字是最多的 或者公案话筒 其实公案话筒 全部都是世间法 世间智 是 这是个阶梯 从这一些 从这个阶梯 再离开阶梯 那就出世间智 是 谢谢师傅开始 师傅说呢 只要我们能够放下自我中心 我们就能够获得出世间的智慧 也欢迎您在下期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在上一集里面 师傅告诉我们说 只要能够放下自我中心呢 世间会是可以帮助我们 来修出世间会的 那么世间会有没有可能 直接升华成为出世间会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师傅 师傅您好 陈佳姐好 是 师傅您告诉我过 我们世间会跟出世间会的差别 那么有没有可能说 我们的世间会 能够怎么样的直接升华成出世间会吗 其实世间 这个 所谓世间的意思 就是 能够可以用语言 以及符号 能够可以形容的 可以形容的 说明的 诚信的 都叫做世间 如果是吃世间的话呢 那就 也就是禅宗所说的不理文字了 那就是不可思议了 不可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 那叫做世间 是 因此 凡是用语言文字的 全部都是叫做世间的 世间法 因此 我们所讲的 世间会 和出世间会 其实 这个 一体的两面 不可能把它 全部挣开 能够表达出来的一个出世间会 一定是跟世间会是 是相通的 说不通的地方是在于 有没有自我中心的 判断 或者是先入为主的 一种立场 如果 知识就是知识 去问就是去问 不要用自我中心 或者是先入为主 出足弱奴的 这种立场和态度 去处理 你的世间会的话 那个本身就是出世间会 所以只要不要加入 这个主观的 自我的意见的话 出世间会跟出世间会 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 就是出世间会的 意思就是说 因此 在这个 凡文里面叫做般若 般若 这个般若 我们翻成智慧 可能稍微勉强了一点 是 它说般若的意思呢 就是啊 没有自我中心 是 就是从因缘的观点 来证明和观察 经验和体会 所有一起的知识学问 全部都是暂时性的 它不是永恒的 不变的 所以是这个世间的 世间智慧 不可能呢 永远是相同的 就拿我们的花来讲 嗯 所以说这花是黄的 这个花是黄的 没有错 现在是黄的 可是 当它谢的时候 你说它是黄的 还是什么 它还是相若亏的 花 但是它也是不是黄的 所以相若亏的 花是黄的 这句话 好像是对的 但是从时间上来讲 当它谢的时候 这个花不是黄的 可能变成呢 渐渐变成 焦黑的 它是焦黑的 那这个 所以说 相若亏的花是黄的 这不是真理 为什么 它是变 因此凡事啊 世间的任何知识 学问 这是暂时用的 来作为工具 作为表达的符号 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也就运用它 作为一个器具 是很好的 但是呢 人为它是不变的 永恒的 绝对的真理 那就是错的 是 那这样子 如果能有这样子 理解的话 这个世间会 就是出世间会 师父我会这样问 是因为我想到 那个财宗所说的 瞪悟 好像就是 从世间的智慧 一下子 就开悟了 那是不是这就是 直接升华成为 出世间会了 开悟啊 几乎跟 世间会是 没什么关系的 开悟啊 开悟这是说 突然间呢 他的观念 一下子改变 比如说 对他的自己 地位 财产 荣誉 种种种的 本来都是 非常啊 自主 非常认为 这个是 啊 这就是我 我很需要 没有他 不行 有了他 我才去靠山 有了他 我才去安全 开悟了 的时候呢 这些东西 全部都被他摆下 不需要有什么 安全的 保障 因为世界上 根本没有一样东西 是可以保障 自己安全的 这样子 就是开悟 这个 世间会 升华 为出世间会的 是说 通过 世间的知识 学问 的理解 基础 渐渐渐渐的呀 能够 让自己的观念改变 这就变成了 世间的会 就是啊 升华 为出世间的智慧的 比如说 释迦文艺佛讲啊 真正的真理 是啊 不可思议的 不可以说的 可是释迦文艺佛 他一生之中 讲了很多很多的法 就是很多很多的话 他讲了四十多年了 每天讲 那中国的产众也是一样 中国的产众的祖师啊 他们 讲很多的话 讲给谁听 讲给弟子们听 这些话 是出世间 是世间会 但是莫迪呢 希望达成了 出世间会的开发 那就是说 世间的会 等于是一个敲门的砖 那个门敲开以后呢 在灯堂落实的时候呢 这出世间会出现了 这是一种工具 是这样子的 并不是等于说 世间的智慧 就能够转变 一下子变成了出世间会 它是一个工具 去开发你的出世间会 谢谢你 开始 那么从师父的开始里 我们知道 要把世间会 变成出世间会 最重要的 还是要去除主观 和自我中心 就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在上一集里 师父告诉我们说 所谓的出世间会呢 就是般若智慧 那么你常听到 般若般若密多 这几个字 那么师父也常提到说 六般若密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般若这个智慧 是不是又有深浅之分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 圣言师父 师父您好 圣言师父 是 师父您首先告诉我们 就是说 般若智慧 它到底有没有深浅之分 有没有人说 它的智慧深一点 它的智慧浅一点 还是说出世间会 都是一样的 一般若本身来讲 并没有什么深浅之分 但是呢 对于人来讲 体验到多少 它就有深浅了 这梵文里的叫做 不若呀 这是印度的梵文 那翻成我们中文的时候呢 叫做智慧 是 深水根本不是智慧 就叫做慧 就是空慧就叫做 嗯 空取了我之的智慧 这是空慧 还有呢 这个空慧啊 它是从 因缘呢 的观念而来的 是 辅法的最高的 也可以说最基本的 这个道理啊 就是因缘观 因缘的观念 是 凡是 一切的事件的任何现象 不光是啊 动物植物 矿物 任何现象 全部都是啊 因缘生和因缘命 因此呢 只有暂时的有 叫做因缘有 而并没有啊 说 它自己啊 永远存在的 一个叫做自信 那自信是空的 所以呢 是啊 潮湿的自信 活呢 是热的自信 还有这个花是什么自信呢 花的性 性能 可能它有颜色 或者是它有香气 那 这是 这是这个花的自信 可是这些自信啊 都是暂时的 只要有因缘一变呢 它就 它就没有了 所以说 谁遇到火的时候啊 谁遇到火 那个谁 就渐渐就不见了 也可能 火遇到水的时候 火也没有了 这个两个是相生相克的 这个火多了 结果水不见了 如果水多了 火不见 那这个火也没有自信 如果有自信 不可能 不可能消瘦的 所以是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东西都是 因缘 生 因缘 命 而没有自信 那 晓得这个道理 法现这个道理 对 人 那是释迦牟尼佛 他是以智慧看到的 体验到的 那我们呢 就用这种观点 来看这个世界 那我们就借用啊 福的智慧 也就是福的不忍 用福的不忍 来帮我们了解 认识 这个世界的现象 那就是出世界的智慧 如果是自己也 真的把自我中心放下 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 看任何东西啊 都是用智慧 就是用不忍 这个立场啊 来看 随时随地 用不忍的这种啊 观点来看 来体会 那这个人 就是随时随地啊 都是啊 在不忍之中 那这个人 就是一个 非常啊 这个快乐的 所谓的解脱的人 那就是 因为有智慧 从什么的解脱 从烦恼的解脱 为什么的烦恼的解脱 因为看一起发 一起现象 都是啊 因缘有执行空 这本人 本身就叫做不忍 那 刚才陈小姐问起了 不忍有没有 生了 浅了 有啊 嗯 这个解脱呢 嗯 成为 啊 度啊 超度的度啊 这个 因此 在佛法讲 六度 是 六度啊 就是说 从 这个烦恼的 这边 而 超越过去啊 嗯 到 没有烦恼的 带一根去 这个叫做啊 度 度 那么这个 有什么度啊 最好的方法 就是智慧 就是博人 那这个附近里边呢 有故事 嗯 它一个比喻 所以三种 动物 同时过河 但是各有 各地呀 体会 哦 那三种动物呢 第一是兔子 嗯 兔子过河 他不知道 何一度生 何一度生 是不知道的 这个马过河呢 刚刚下去的时候 它是踩到 踩到底的 可是到河中心的时候啊 踩不到底 因为河生呢 可是那个象呢 从头到尾 它是踩到底 它都踩到底 就是踩到河床上面 过去的 他知道这个 何一度生 那也就是说 体会 这个事件的 一起来 所谓空性 的体认的 最彻底的 是象 大象 大象 那也就是说 福 把福 形容成为大象 那其他的呢 菩萨是马 菩萨呢 这个 一开始是踩到的 到了中间就不知道 到了对岸台又知道了 兔子 这是叫小圣 小圣呢 也就是 罗汉呢 匹斯福啊 他这个 只要是 度过生死 度过烦恼 但是那个 拨人生前 他不知道 他根本不知道 有多少生 但是呢 他过去了 是 那我们能做到兔子 也就不错了 做福萨还是容易 还是可以做 其实是不关系 自信空 因缘永 那么这个观念呢 在世界上生活的话 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也希望您在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更欢迎您在下一集里面 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火花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